新疆事务成熟中国内政 中国新疆自治区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是中方依法采取的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 根本不是美方渲染的所谓再教育营 事实证明新疆采取的反恐维稳措施 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 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社交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摒弃在反恐怖反分裂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停止利用所谓的新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多做一些有利于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情 而不是相反 我愿意在这再次强调 维护中国消费者安全利益 维护中国的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这个是中国政府的职责所在 那么中国海关采取的上述措施 它是一个正常的简易安全防范 是科学合理的 也是完全符合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 也是符合国际管理的 希望欧洲方面能够保持客观理性 继续坚持开放合作 自由公平的理念 不要搞保护主义 避免搞犯政治化和犯安全化 不要对外释放出错误的信号 为包括科技合作在内的中欧各领域合作 能够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从而能够促进中欧全面战略和关系 中国和意大利 我们的双边关系非常良好 那么两国近年来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也取得了丰收成果 都为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那么现在扩大互利合作 这个是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也是双方的战略选择 意大利是重要的工业和国家 和发达经济体 我们欢迎意大利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 我们也相信 这将为双方的互利合作 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为两国的工商界和社会公众 带来更多的福祉